6月17日 山东如母案28岁余欢 那个为母亮剑的上年 终于官宣订婚 成家立业了 据悉 自2020年11月回家之后 余欢的生活状态 特别是个人情感 便受到不少网友的关心 而她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 很快便和姐姐一起创业开启了超市 忙碌着选址装修附和的她 在网友们的公共见证和支持下 2021年10月31日 她终于将自己第一家超市开起来了 2022年6月13日 余欢第二家超市即将离业 不久6月17日 她又正式宣布了自己订婚的消息 对此 刘网友忍不住点赞道 这位姑娘选择嫁给余欢真是太好了 以后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时光荏苒 曾经那个为母亮剑的少年 终于有了自己的事业 最后通过朋友介绍 又有了心爱的姑娘 并就此成家立业 短短5年 没有被黑暗击倒的余欢 亦可谓是人生逆袭了 大家觉得呢 我们刚开始认识呢 也是通过朋友介绍 然后当时我对她第一印象 就觉得这个小女孩 长得挺漂亮的 其次呢 就是感觉 她人真的是挺善良的